徐乃琳前阵子音,天才冲冲冲,爆出疏忽不起事件 虽然事后有公开道歉,但是爆脾气真的改了吗? 近日播出的节目中,徐乃琳又被网友抓包玩游戏不公平 玩游戏耍赖不说,甚至规则自己定 但是全场看了只是笑笑的带过,这没人敢抗议吧? 对自己的队员很宽容,甚至还会作弊大pass 但对敌队却是不同标准,让网友们看傻眼直说 老徐安内姆汤哦 16日播出的,天才冲冲冲,进行集中生字单元 看到注音符号就要联想在咸苏鸡摊常见的食物 哪个队的nonon对上成成队的林彦均 nonon一看到日立刻就讲了肉 因为包含的食材太广,也让曾国诚疑惑说 就讲肉就可以啦 但是徐乃琳却说这是可以的答案 但徐乃琳对于敌队的答案却相当严格 例如何美说了鸡不行 一定要说出鸡排才可以 淘汰后由曾国诚对上音音 诚诚看到师率先喊了蔬菜 但徐乃琳却立刻否决 没有没有,不能这样讲,这样太广泛 最后在徐乃琳的规则老字定的情况下 谁赢谁输当然很明显了 曾国诚虽然嘴里面念有词 蔬菜不行啊 但还是很有风度的下台 网友看到真的都怒了纷纷留言 肉可以喂什么鸡就不行 一定要鸡什么 肉可以喂什么鸡不可以 肉可以蔬菜不行,好怪的逻辑 为什么肉可以蔬菜就不行,一样是统称啊 宽以滤济,眼以待人 老徐安内母汤哦 徐乃琳真的很不要脸,输的时候输不起生气 连赢的时候都还要作弊打pass 徐乃琳就是公认输不起啊 出奥布,打pass,凹层国城 换掉徐乃琳啦 开玩笑 凡戏